這本書首先介紹一下它的背景 北京大學一個法學系的教授叫做 廣長瑞教授作的 然後就是國務院李克強副總理去審閱的這本書 裡面講到有一個觀點很重要 就是說為什麼職業代表制是不可行的 因為裡面講到 我引述 職業團體各有本行業的利益 如果以此為議會構成的單位 勢必引起議會內部的分裂和衝突 或者促成議會中若干團體互相勾結 而壓迫排擠其他團體 應變成寡頭獨裁政體 其結果只能視阻礙社會的發展 其實這本書裡面 都有其他理由講到為什麼職業代表制是不可行的 我只引述這一點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這一點已經很簡單明確地講出 屬於職業代表制的公民組別制度 為什麼在議會裡面是不可行的 我想看看劉夢紅先生對這一點有什麼意見 這個北大教授所寫的情況 是指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種制度下 為什麼我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大代表 不可以像國外國會議員一樣 作為職業的國會議員去行使他們的職權呢 這個比較特別的就是說他 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裡面的規範 但是他所說的話 是不適合於實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香港 即是像你這樣說 在香港一定是商界要說完事是不是 不是要說完事 其實裡面現在在30個由功能組別所產生的立法會議員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不是全部都是商界的 比如你的工程界、測量界、衛生界、醫務界那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些都不是商界來的 只不過就說在香港作為一個這樣的工商業的城市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裡面 在方方面面的界別、業界有他們的利益 那由他們這些專業的人士裡面 出來去反映他們的訴求、協調他們的利益 這樣有利於整個社會的資本主義運作 現在又混亂了資本主義 我想請教你 倫敦和紐約夠大了吧 金融中心 計算交易量沒得給 那就大了香港 那別人有這些制度 其實每一個 你比如說英國 你可能也有上議院、下議院的制度 他不會混亂來投票的 他不會混亂來投票的 如果你現在你弄個上議院給你做議長 我絕對贊成的 你能夠取得 繼續說 你的議論權是可以影響下議院的 你令他很難受的 我現在不反對你 你劉夢雄將來做香港上議院議長 有空跟我吹水 有空說下議院是錯的 沒問題的 喂 你現在都亂來投票的 還要分組點票的 那這些 多數不同少數的 這個機制的設計裡面 本身是一個基本法的規定 基本法制定過程當中 我們香港人都會參與 都是有參與的 這個基本法裡面 不是中央政府強加於人 香港本身都有國界代表參與 去起草的 那個草委會是他選的 阿哥 司徒說選的應該不合 可以走人的 劉博士 你經常說 你作為一個全國政協委員 你現在究竟是 因為共產黨有一個決定 或者人大有一個決定 你自己辯護它 還是你真心相信他們那一套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的心態歷程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我做全國政協委員 一定是親共 這類的 根本上我是 我都告訴你 我經歷了六天六夜的荒山野嶺 九個小時 荊途蟹浪 游泳上岸 一條游泳庫上岸 你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什麼叫親共 對不對 但是我就說 在我香港 奮鬥這幾十年來 由一條榮富起家 到今時今日 成為兩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一些副主席 我覺得安居樂業是很重要 對於這個社會裡面 我是希望能夠穩定 希望能夠安定 希望能夠和諧 好了 你說到選舉的方面 就是說 你要看到現在 任何選舉制度的更改 政制發展的更改 是要行五步曲 五步曲 其中很重要的一條 就是要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席通過才行 我們面對一個現在 基本上有這樣的規定 我就覺得要面對一個社會現實 老實說 我覺得香港有一道好 就算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也好 他雖然沒有民主 但是有法治 是吧 而中國大陸今時今日最欠缺的也是法治 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尊重這個法治 而法治的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優良傳統 在這種情況下 既然我們是尊崇這個法治的 既然基本法是這樣規定的 既然裡面就是人大常委會 所以他也都在2007年12月做了 關於2012兩個選舉產生辦法 是比例不變的 這些規定 那麼我們要尊重他的 即是相關的 憲制性規定 只能夠在這個框框裡面去行 去量度 尊重尊重 我們現在不挑戰那五步曲 我現在挑戰立法會 因為立法會本身都是一個不公義的制度 為什麼我不可以改這個立法會 他講五步曲就有人隱含著一件事 就是多不合理的東西都要根據五步曲來改 我知道 那就是找笨拆 是預料給他找的 很簡單 以前是三步曲的 以前在附件二那裡就是 由這個立法會提出來 特首知道就告訴中央聽 現在是反過來 特首估計了之後 然後就告訴立法會聽 立法會通過之後又告訴特首 然後再拿上中央 那我覺得 特首就報中央 跟著 然後再整個提案給立法會 立法會搞定了 再由特首再去中央 那會不報曲 即是我覺得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一國就是前提 其實很多問題的爭拗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僵 以及搞到這麼大件事 其實我覺得 只要我們大家 爭論的雙方 或者多方 都尊重一國這個前提 都尊重 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都尊重人大常委會的 憲制性的決定 我覺得爭論就會減少了 那你那個人大常委 人大常委人大 是共產黨的統治機器 那你尊重他當然不用說 等於這樣 劉先生 我和你打完一場球 踢完足球 跟著你告訴我 這場球 其實是反過來的 我是打手球 不是打足球 不行的 阿哥 現在我們所做的事情 比如說今次政改諮詢 三個月的圍期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傾向性的方案 他所提出的事情 譬如說 那區議會的方案 很多人去秉他 其實你們要體諒一下 特區政府他真的容心良苦 為什麼呢 因為你既然那個 2007年12月 人大常委會 已經一錘定音 就說你2012 兩個選舉產品 美麗不變的時候 他就要從中去 量新訂造去量 量到最盡 我覺得 加多五席 地區直選 另外 加多五席 表面上說是功能組別的 不過就放到 直選含金量最多的 那個區議會裡面 令到裡面 加上原來一席 的話 到頭來 70席當中 是吧 那就 有這個 足足裡面 就是 41席 加上41席 是直選 以及直選含量比較高的 這樣的議席 他覺得都是 程序漸進 都是進了一步 都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就是這樣 你要不就 否決他 就原地革步 要不就